我不是老大啦,我无名小住的,我是网费的 我在网上讲了这么多年废话,做了这么多年小丑 我不敢得罪任何一个字头 我实际上讲五湖四海接兄弟 各社团各字头都是我的朋友,不是我朋友 我从来不会只名道姓,讲一个社团一个社 一个社团一个字头,全部都是朋友 对吧,五湖四海接兄弟 我需要哪个州,哪个州落脚,我都有那边的网友 来自不同社团的人,欢迎我,跟我结交做朋友 这是正常的,正能量的 我们老了,也不可能出来跟人家讲社团 就是有见到面,打个招呼,喝杯茶,聊天下,取一下水 这个就是,出来走江湖的,首要的,最主要的一点 让你要见到你,平易近人,远远也不要八倍,没有八倍过了 我相信在各州的朋友都看过我杀利波口 我到你的地方,我一定很尊重你 我到你的家乡,你问我你的家乡,给我的感觉怎么样 我一定讲好 不管我去到马来西亚哪个角落,你问我这个地方好吗 我一定讲好,我从来没有讲不好 为什么呢,我们去到别人的地方,一定要拜那个地主公 就像我们华人,我们华人有个习惯,如果你上山去砍那个巴勒,就是砍树桶 你要先点香给那个拉杜公 每一个社团,在每一个市镇,每一个州 都有它的地盘,它的活跃的地点 连你去到人家的地方,你要先尊重人家 这是首要的 所以不管你去到哪里,你去到人家的地方 你就要先尊重人家 你一定要讲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庙,那个地方顶呱呱 那边人才会喜欢你 这个很正常 不是波兰趴 这个叫人家的地方,讲人家的地方好 是波兰趴吗?不是,是尊重别人 你尊重别人,人家才尊重你 懂不懂